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新栏目家事有道 每晚八点陪您回到客厅看电视 消失十年 母亲房产之争 兄弟遗产谜团 十年之后能否解开 而八年未见的父亲 他又在何处生活 我走起起过后 我老孩我手拿着 他等了黑就特别把我认错了 看起来就像个死黄老头一样 消失十年的亲情 家事有道为您解忧 共论家和之道 看世间百态 论家和之道 欢迎来到家事有道的回客厅 王家有两兄弟 但是这两兄弟十年都没有见面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兄弟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呢 大哥十年都没有见你弟弟 对 接近十年了 十年 十年之间 比如说过年过节 大年三十二这些都不见面 没有 有没有打过电话 也没有电话的 是我不知道他住哪的 以前我知道后头 搬到家了 房子卖了过后 我都找不到 说来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亲亲的两兄弟竟然十年没有见面 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 和居住地 让场上嘉宾诧异的同时 王大哥又说了一个 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 去年八月我满路市 很多朋友来一下 其中一个朋友都给我说 他人爸爸在哪里 哪里 好 应该我提起 把我们爸爸找到去 有多少长时间没见爹了 八年了嘛 八年了嘛 八年你都没见你爸爸过 没见到我们爸爸 很多人对他说 他说你们老是在意不在意 我说应该在意我 我说如果说我老是死了的话 他肯定还是要通知我 六十大寿的时候 王大哥是有心邀请自己的弟弟来参加 同时也很想见见八年没见到的父亲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如愿 不过他从亲戚处得来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八十六岁的父亲在三年前 就被王家二哥送到了养老院 第二天 王大哥就马不停蹄地找了过去 你朋友找到去过后 当时我看到我们老孩来说 老师我们老孩离开我的时候 精神很好 现在他个老年痴呆相当严重 我走起去过后 我说我老孩我是哪个 他认了他就他没把我认出来 我们父亲 以前我们父亲的牙齿是满口牙齿好的很 现在牙齿也落完了 他早也看起 您当时心里面难受吗 相当难受 难受得不得了 看起都像那个死黄老头一样 而且那个养老院的条件相当相当差 是住了一个地下室 那见弟弟是今天才见到的吗 对 从前 就来我们会和听 对 你才十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弟弟 你今天见他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给我第一感觉我还是觉得太老了 人只有精神没得来死的 我还是觉得如果说能够 你的感觉是什么 没有感觉的 您有没有哥哥的电话和他的住址 没有的 曾经有算了的 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删了 然后后来 你搬家的时候也没有告诉哥哥医生 没有 没来往的 没来电话的 所以这一次他给您打电话 邀请您来参加他的六十大寿的时候 您当时 他说的 没有 我过身的那里那里有八卦城 然后我想见他老孩 都没气 不知道 你来不来 没邀请您 百分之百的 我的见老孩可以 但是你没邀请我 我当时马上下来 就跟我所有的朋友说 他只想见老孩不想见我 你看老孩的心情 随随随的我都理解 但是你在这种时候 如果说你没气到我 任何人都感觉不舒服 也许可能没有说嘛 因为确实我 因为老孩 是自己的亲老孩 那个就没见他 我是想见他 其实你不想见你弟弟 还是说其实也想见 其实也想见 只是没有表达出来 或者说疏忽了 也想见他 实际上我说那么多点 我主要是找不到他的住处 我这里我非要打断一下 八年到十年 你说找不到自己弟弟的住处 我可以理解 但是父亲的住处 你就不关心吗 你就不去找吗 他是你的父亲 你八年都不去管 说实在的 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对大哥 我非常不能理解你 干嘛八年以后再想起来 八年当中你在干嘛 因为确实找不到 王大哥的说法 显然没有说服力 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 住在一个城市 居然声称长达八年 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让嘉宾们有些看法 王家二哥也气不大一处来 指出大哥当初就对父亲不好 我问你 一几年你把脑子弄到那个厂镇厂那边 那个农村养老园 周围出来全部是种蘑菇的 你们想象得到那个种蘑菇的味 好大的味 我们走起都不敢呼吸 弄到那个卡卡头去 敲伤他们 招呼都没给我们打 农村去后头 老孩还清闲 找到我们女婿的电话 打电话给我们女婿 我们女婿连给你 农村区把农村走的 强行农村走的 我必须农村走 老孩是我减负起的 多年 他从来没关过 他没这个这个地 第一件的时候 老孩来给我们养老人 老孩来给养老人 他们可以去卡 我跟我说 我们两兄弟现在不要去走 多年老孩从来没跟得过去 你没管过老孩 你管过没得 现在那个养老院是一个地下室 确实很差 有照片吗 她都是一个万婆婆 爱宾宾 一个夏天的一个养老院 关键是那个地方 我们父亲来 他出来过后 还把地方走动给 这是养老院吗 她这个地下室 好像这是个饭厅一样 好多老人在这吃饭 对 那她住呢 她的床是一间一间的 有房间吗 还是一个她宠妇 她是五个人一间 说那个条件很差 晒不到太阳是吗 肯定晒不到太阳 那老人比如说 他想出来活动一下这些 出门都是怕婆 不方便 我想我们老是来找个 稍微平一点人 他存亏只有活动 是什么 所以当时你看到父亲 那个现状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都觉得我们老人很糟糕 他有养老金 有医保 他的生活状况 不至于能够差 他随时至少现在是接近四千 养老院的话 他的一个月的费用是多少 大概我问了还是一千五年 王大哥的言下之意 是父亲完全有能力和条件 去更好的养老院 那么保管这养老金的二哥 为何没有这么做呢 他又是基于什么原因 今天将父亲送进这个养老院的呢 二哥说说您是为了省钱吗 找一个那么差的吗 我们老二威亚就进了一个养老院 以前没有进养老院 我都得 都说我们后头我人人躺开 人人气质一直在扶持他 最后他吃的了过后 他过程出去走到余秀院 他一个好情人打电话来 走失了 我马上开车过去把他接过来 那是第一车 第二车出去过后 我们等到中文部会没回来吃饭 肯定出去找 同刚多里那个房间 那边他把他找到养老纸 第三车都拽到养老院门口 养老纸门口也是打电话来 我一听是我们一个老年纪的声音 齐瓦珍 他们姐姐都在来当那个园长 他都给我做实际工作 他赶紧送到他来 如果送起来的话 就会怕要出来的事情 而且我那个老孩是专门排那个复工 我给了消费的 专门有人照顾他 不是为了省钱找一个差点吗 不可能 因为其他原来有外部放心 因为都是进那个养老纪 我们那个老年纪的园长所谓的 都给我做了几天的声音工作 好 送起来绝对不可能亏待他 因为我们毕竟几十年的关系 大哥给我说说你相信他的话 我不相信 养老院那个院长是你们的老邻居吗 我认为他 大哥用不相信和不知道 彻底否定了二哥的良苦用心 原本亲亲的两兄弟十年未见 如今相见却只剩下指责于冷漠 这让嘉宾们很有感触 今天我对你们两兄弟说的这些事情 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 那就是我感受到你们这个家 特别特别的冷漠 父子之间是那样的冷漠 八年可以不见 也不去找 八年以后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还想起去找父亲 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家庭 我不知道以前 在你们小的时候 或者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 但是至少在你们的整个成长阶段 你们这个家的那个 我们说的文化氛围吧 为什么会那样的冷 我觉得这个值得你们去反思 第二个感受 就是说到笑 虽然你们两个都说对父亲关心 但是实际上我看到的这个父亲 是非常孤独的 一个是大哥八年不见 自己的儿子不想吗 就两个儿子 所以这个老人的内心 是肯定很凄凉 你们的父亲都八十六岁了 有老年痴呆了 这个时候真的是最需要 你们亲人的关心的 还有你们兄弟之间 已经隔阂了这么多年 那么到今天 我觉得你们都可能应该考虑 是不是共同地一起和好以后 去共同地去关心父亲 其实刚才这段的 我的心情很复杂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 第一个词是震惊 第二个词是悲凉 刚才在休息室的时候 我来得比较早 看到一个人坐在窗户边上 一个人坐在沙发边上 没有任何的交流和沟通 我以为今天调解的是两个陌生人 谁知道你们竟然是亲兄弟 大哥拿出来的是照片 要证明自己的老父亲 受到了多么大的痛苦 有可能是弟弟不对 而弟弟呢 刚才也一直在向我们诉说 大哥曾经将父亲送到一个 充满了蘑菇气味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来了 是来控诉谁的罪行更大吗 你们竟然十年没有消息 坐在这个地方舞动于衷 你们是兄弟吗 另外一个悲凉 是八年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父亲 怎样的儿子 会有如此八年的间隔 我真的难以想象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的妈妈也是老年痴呆症 所以我能理解二哥 确实是因为没有办法 好好地照顾父亲 才把父亲送到了养满院 所以我觉得大哥 无论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 但是父亲是唯一的 我觉得这么长不去管父亲 这本身是作为子女的过错 刚才二哥在说 说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 我想问一下 就之前你们两兄弟呢 从小到大就感情不好吗 四年以前好的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到什么程度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帮他 大家过来经济方面我都可以 打架都帮 你怎么打架帮他的 曾经他和一个所有的朋友 准备开一个什么修理厂 为了经济方面老纠纷 他那儿还在摊子坑租的房子中 晚上打电话给我说 大家打他 我喊了几个所有的 现在都是说以前的少药味 马上打机车过去 帮他家里喂 就保护了哥哥的安全 以前经济方面我们支持他也不少 他在任何开所谓的玻璃点 一个月没拿工资过后 我说我倒贴了500块钱给房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贴得好 十年前我们关系全是比较好 经济上的帮衬 打架时的挺身而出 能看出十年前的王家二哥 跟大哥的确是兄弟连心 情深义重 那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让两人的关系急转而下呢 大哥坦言 就是十年前母亲的过世造成的 就是我母亲去世过后 关系都不好 关系它很多遗产问题在 王家大哥直言 母亲过世之后留下三套房产 而二哥拿走了其中的两套 不是 因为我屋里有三套房子 三套房子都是屋头振奋的 父母亲都是十八岁计划的 我不是十八岁计划的 我是十八岁计划的 正确第二套房子的事 只有他有这个名额和权利才能分是吗 他当时这么个人 他们两个只要是十八岁计划的 从当时都写到他们名下来 我们不在计划 我们都分不到个房子 拿了哈 为什么还有一套在你哥哥那儿呢 你不是说他拿走两套吗 是我们父亲名下来 你说的三套房是父母共有的三套房 还是你们整个一家的三套房 应该是一家人 他们住一套 我看他住出去一套 我们父母住了一套 那为什么你说他拿走两套 是什么意思 对 我们老很远了 就爸爸把那两套给弟弟了 然后你住了一套是吗 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觉得 是不公平的吗 我不晓得 其实具体为啥子 他能恨我 我也不清楚 他恨你 他拿了两套房 他干嘛还恨你呢 我不晓得是 你不恨他吗 我是说 我不恨他 你这个就明显有点说假话 你不恨他你怎么会不跟他联系 还有是你不恨他怎么会不去看父亲呢 因为你的这个恨里边还有恨父亲 因为恨父亲把这两套房给了弟弟 不然你怎么可能不去看父亲呢 肯定有怨恨嘛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而已 因为妈死了过后 我是主动提出来 把妈那个房子 我还是提出来 我就拉给他 我当时还是考虑到 确实是亲兄弟 一个妈儿生人 你说哥哥对此没有意见的话 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 你们兄弟之间的决定 那个都是在往前的 妈死了每几天 刚刚买了过后 刚刚下张过后 他日人妻子冲起来 给我们那个闹 有时候要分那样分那样 不分那样 当时他们所谓的日人妻子 起个哪一家人来看 只给了700块钱 你送了700块钱你的 妈死我们是收到 接近2万块左右 反正我记得的话 他除了费用过后 基本上是打批 这些所有这些借的钱 都是我的所谓的亲戚朋友 还是单位上的同事 这些朋友有这些 同学有这些 哪儿还住得我呢 是吧 分帐当时还 哪儿睡到伊特加尔屋里 还过那个 当到哪儿来过那个打架 哪儿当时都猛火 你两兄弟到底要能够 那都是个打火手 但那以前我们关系都好得很 经常都在一起吃饭 那么两人 王家二哥嘴里说出来的大哥形象 就像是一个极其看重财产的家庭 长子形象 但是王大哥不承认 他凡指早在母亲过世前一年 家里的三弟过世之时 兄弟之间就因为三弟的遗产问题 闹了些别扭 我们兄弟 我刚刚来说 在那个啥子中兴路卖了日和食材 我妈死了过后 我都搬回去住家 他屋里有三个天位柜子 柜子也没有索也没杂质 他说我们兄弟有好多好多东西 扣那个屋头 他说我哥们把他拿了 我说人在住天在看 那个屋头拿三个柜子 至今我搬家的时候 都还甩到那家 谁说你把东西拿走 他说我把我们兄弟的东西 拿啥子东西给我哈哈霸占了 因为最多的都是啥子 都是那个电话卡多得真相 那个三个回子都专了电话卡 还有我搬家全部拿了摔了 根本都没有用的 老三的东西 他觉得你把老三的东西给霸占了 对 其实啥东西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们兄弟原来在那个啥子 银行里头有几个保险馆 他们去开了我根本不晓得 当时我们兄弟过世过后 都当到马尔锁后那里 开了个保险馆可以 但是必须一家人在 对得咯 你在我在 马哪儿在 那保险馆根本都没锁过 全部是开开的 那个铁皮柜子 你留下来跟小保险馆 你不要锁 我来锁 而且你也带乌铢来拿了 你把乌铢的啥子 我们的一个花瓶 你这些啥子都拿去走了 还有铺那个象牙麻将 你都拿去走了 你都已经翻过了个贵子了 东西都跳到市场 我的资云 带来几个门面来的做起来 所有人都熟 他走去买东西 把他扔到起来 估计比如说你弟弟 会放些什么东西 会价值多少东西放在起来 我现在不追 因为过都过去 因为没当到我开包 你的弟弟 他没有后人这些吗 没得 见过不见 我觉得这些啥子 永远不说了 我觉得现在都是讲武器的 人家说老实话 懂了吗 你那个编写来说都没意思的 那个保险棍事说的 当到三人队路面来开 你凭啥子先提起来开了 我拿的来开嘛 那个福利本来都在 我都没计价 有没有东西我不计价 但是你带东西 中一路去买东西 我的兄弟看得起来的 我买 哪个说我买了啥子东西吗 你去过没的 哪个认不到你吗 在三弟的遗产问题上 两兄弟争执不休 或者这就是一件件的事情 累积起来 让他们之间的裂缝 越来越大 最终导致了十年不见 甚至与父亲的八年不见 如今在调节现场 王家大哥一再表示 过往不咎 希望就父亲的赡养问题 好好协商 我觉得以前的女人都不要说了 现在都是两个把老孩 让他过 让他有生之年 我觉得他现在过得比你好 你想怎么着 让个眼睛我能够给你添尺钱 我现在给你让个眼睛 可不可能 不可能也可以 不可能也可以 那么老孩从你到你那儿来的 他用了好多钱 他现在还有好多钱 必须要赚 我不要 赚款赚用 我不是赚款赚用 我这咋说 他的钱我们哪个也脱了 你就不赚了人 那个必须要赚你 就是你要知道 父亲的钱用在什么地方 对吧 要么就是让父亲换个养老院 条件好一点的 如果这个答不成的话 那么第二 就父亲他的花销 他的收入 都要有一个名气的账 你要看一下是这意思吗 实际上我们哪儿一鬼用了好多钱 还有一个都是要求把我们哪儿的牙齿安齐 我们哪儿现在就牙齿裸了 你要哪儿牙齿裸的时候 哪儿还没吃蛋 跟你说嘛 哪儿我们都不到他哪儿去的 他说八十九岁安齐来他吃嘛 那儿哥你说说你的意思呢 就你的想法 我也是现在那个养老院 我专人专款 而且是专属人 几十年的老属人 我放心得很 二哥 然后哥哥再提到 就是父亲的这个账目 他想那个有一个 他能够监管一下 您的想法 好多不可能 你看我几十年没管过这个 你那儿做到什么 你想通了你管老子 想都要想 对于大哥提出的三点要求 王家二哥一一拒绝 近此情况 嘉宾李安娜出言相劝 其实这段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律 就是兄弟姊妹之间 都觉得是亲人 那么在钱上就尤其的敏感 不在乎就是我要得多少 在乎你想没想到我 有这个钱的时候公不公平 这个是最触动兄弟姊妹之间的 一个敏感神经的问题 但是孝敬父亲 对父亲好 这个我觉得 不能因为你们的矛盾 对父亲有所减少 所以大哥在这里 我就觉得我对你是有看法的 我不觉得这个大哥有内疚 我觉得他今天是 理不直气不壮 第一 你说你什么都不在乎 其实什么都在乎 你说你爱你的父亲 其实你不爱他的人 你就盯着他那点钱 你说你爱你的弟弟 其实也不然 你想在他那找到平衡 你只爱你自己 我坐在这个地方 都觉得有点脸红 那么作为弟弟而言 父亲爱你 其实也爱着大哥 只是说他现在无法表态 对 所以你们兄弟两个 不是说因为你没有进到孝道 所以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 第一个矛盾的时间节点是在老三的去世 也就是那个保险箱要打开的时候 因为二哥不在场 老大悄悄的 至于有什么 当然这个事情二哥也没有计较 但这至少说是埋下了兄弟之间的 这样一个隔阂 那么第二次的时间节点 是二哥提出来的 是基于母亲的去世 仅仅几天 我们的大哥出现 分这个李姬 那么现在第三次 十年之后 杀出一个回马枪 那是基于什么呢 我觉得刚才我听到一句话 有邻居或者有朋友在问老大 你父亲还在不在有 有很多人对他说 他说你们哪儿还在不在有 我说应该在有 他说了一句 应该在有 今天这个回马枪 杀的是理直气壮 那就是亲情 本带着父亲 是不是可能又要分遗产呢 出了利益而来的 父亲还在 现在也还建战 但是你们已经将父母的 所有的遗产不动产 已经是分配了 当分配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时候 最看得出的是人性 那么最后 谁依然在照顾着父亲 继续照顾父亲 谁已经离开了 大哥这个时候回来十年了 所以说我不得不怀疑 大哥你另有所图 调解团队对大哥如今的行为 都存有怀疑 那么在老父亲的养老 和两兄弟的亲情修复面前 调解团队又将商量出什么办法呢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和和解忧环节 今天春节带起冲槽 即白脸而已吧 金河冲槽远餐地指销节 所有的冲槽 全部来自青海渔署 害怕四千米上的 有子餐厅 每一盒冲槽 卻有远餐地范围标志 远餐地的价格指销 有几冲槽只需要89块 每个平常卖一盒冲槽的钱 指销节交通会卖两盒 青海渔署冲槽 只等一来拼杀 咨询热嫌 另二三 八路五路 搖三步棄 今天这两个十年没见面的兄弟 算是在我们这里见了一面 我想更多的还是真的要 从情感上来解决他们的这个矛盾 如果说真正的是 为了把父亲的条件弄好一点 那么我觉得大哥 今天在场上的表现 与这个目的就是背道而驰的 首先手机里面放照片 表面上看是觉得对父亲 这个生活困境他的一种难受 但我觉得更多他是拿证据 作为一种控诉的证据 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点 大哥他不是想分这笔钱 而是想把这笔钱全部拿出来 改善父亲的关系 相当于就是监督弟弟 你不能吃贪父亲的钱 这笔钱他一再强调的是 专款专用 他的目的是这个 今天大哥 我觉得他在几个亲人的 离世的问题上 他都显得非常的贪恋的欲望 非常重 非常重 每每关键时候 人性的弱点在他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这种人他会打着 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 让那些 谈不上功劳 但一定有苦劳的人 站在一个 他认为不对的 这个角色上面 对 现在老父亲还在 那么说不上 我觉得算账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公开的问题 也应当是 他去向老父亲 去征求意见 老父亲愿不愿意 向他公开 他应该还是有一定的 表达意志的能力 你看这个二哥就说了 他每次去的时候 他就笑 就笑是吧 征求 我觉得征求意见 我觉得是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 我特别想提醒二哥的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 它一定是正义的 那么就是说 对于没有付出的 那从法律上来讲 即便是父亲之后 百年之后 那么他长达十年的时间 都没有尽赡养的义务 我觉得至少是应当 少分或者不分 因为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 那么对于不尽赡养义务 不尽孝道 对一部分子女 那是要少分或者不分的 好 但愿我们都是想错了 对对对 好的行 尽管对大哥颇有威慈 但是嘉宾们都希望大哥 十年杀一个回马枪的行为 是真正的欣喜老父亲 也唯有以此为核心点 才能彻底打开两兄弟的心结 所以在接下来的单独调解中 调解团队 会针对老父亲的养老问题 询问大哥的真实意见 那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 那这个经费是不是你支付吗 我在这儿退休工作 我肯定付不了是 付不了 他那个养老院是两层 给他换到楼上了 他楼上要好一点 楼上是不是要贵一点 要贵一点 贵一百块钱 贵多少 你希望你低一低 把这个涨上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因为我们老师母亲那种手术 他可以 他的这个生活质量 会更好一点 他的养老金必须装款专用 其实我也想好胜地跟他们商量 你不管说你心里面 怎么想要商量 但是你的客观事实是 将近十年 你有没有跟兄弟商量 有没有去尽心尽力的去找父亲 你不能够再找种种的理由 来为自己赦免 而是要深刻地认识到 我就是错了 不仅要跟父亲认错 我觉得跟兄弟也道个歉 对 嘉宾里安娜的话 让大哥有些触动 他也认为自己多年来 对父亲不闻不问的态度 是有问题的 大哥主动邀请二哥上场 希望当面说起一句话 不管以前我没有啥子 恩恩怨怨 我觉得一笔狗虾 这几年 不管种种原因 我没照顾到老孩 不管是啥子原因 你照顾了 我还是很感谢的 是不是 对 大哥的主动示好 迈出了两人关系 缓和的第一步 接下来 王刚跟养老院的院长 拨通了电话 希望能落实大哥提出的 给父亲换房间一事 法律咨询服务 代书 见证 全方位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我们提供婚前财产约定 婚后财产约定 让您的财产受到合法保护 我们提供遗嘱保管 赡养调解 让您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 我们为每一个当事人 建立跟踪服务机制 只要您拨打电话 说出你的困惑 都能得到我们最好的回应 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困惑 纠纷 矛盾 难以解决 那么可以来到我们都市频道 幸福工作室 我们在这里等您 面对面地给您解惑 绝对的隐私保护 高效的解决途径 我们每一次的付出 都只为您的肯定 给我们一份信任 将还您一份公平 一份保障 一份幸福 重庆都市频道 幸福工作室 今天春节 戴起重操 七百年而已吧 金河重操远餐地 紫小姐所有的重操 全部来自青海玉树 害怕四千米上的 有紫餐区 每一盒重操 却有远餐地范围标志 远餐地的价格紫小 有几重操只需要89块 每个 平常买一盒重操的钱 紫小姐高头 会买两盒 青海玉树重操 只等一来平常 资讯在线 023 86561357 我想问一下 都是跟大爷在那边生活得怎么样 他在生活得好啊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他那个 直接那个小根椅子的那个 他的嘛 哦 他说那个另外一个 他们那个国国的说 都是跟大爷好像生活在那个 地下室 那个房间好像不能够通风投气 他们想换到上面来 如果换到上面来的话 那个 费用是不是要高一些嘛 我跟你讲嘛 原来是在这个日楼 他爸爸也有点那种 像老爷那种啊 因为我们日楼全部是老的 他就跑到被一个 打个光铁车被一个 穿上去睡 都能够给他跳到一楼 全部浪啊 你放干 哦 日楼没得了 日楼全部是老的 陀渊啊 日楼住都是那个 弄下去的 哦 三楼啊 三楼有放干了 三楼有放干了 他下楼上楼 这个都只有瓜 有一个两台的空间 为了把子做的嘛 那你觉得他现在那个地方 还是好一点哈 他现在做的 可以吃了 他爸爸也很冷风了嘛 在了解清楚实际状况之后 大哥放弃了 给父亲换房间的念头 他也体会到了这些年 二哥照顾父亲的不义 挑戏员王刚 也给大哥提出了具体的 修复情感的建议 马上要春节了 一起过年 你们两兄弟一起 和父亲团个联嘛 你不得心的话 都带我那点来嘛 对 都好玩的 我带我屋头来 我把全部都结起了 帮他两三桌 对 能够在一起吃个饭是最好 是不是 真凉嘛 帮他 很好 很好 单独调解十分成功 十年没有见面的两兄弟 在调解现场相互加了微信 也承诺彼此打开心结 重新接纳对方 我们也希望 在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里 王家老父亲 能在两兄弟的照顾下 过一个儿孙满堂的幸福年 下面先多调解学书 一 大哥认可和承认 二哥长达十年 对父亲的照顾 二 大哥也愿意对父亲 从经济上精神上 多尽赡养义务 弥补过往的疏忽 三 两兄弟和父亲 春节在一起团年 共同修复亲情 好 以上三点 两位同意吗 好 有请两位来领取调解解书 来 兄弟俩 希望你们今年过一个 幸福的团和的年 今天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 就我进来的时候 看见这对兄弟 他们离得很远很陌生 但是节目的最后 他们握手 沿河那一刻 我真的很动容很感动 这是亲兄弟呀 其实他们的亲情还在 对了 这个亲兄弟就使我想到了 法造蚕食说过的一段话 同气相连各自容 歇歇言语莫伤情 一回相见一回朗 难得几回为弟兄 兄弟一家人便安 莫赢毫莫起争端 身边子女为兄弟 争作后人榜样先 其实兄弟之间哪能没有矛盾 哪能没有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 有做兄的心态 作为弟的这种心态 那么如何和睦如何相处 我觉得这既是我们的一种历练 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验 西方的文化它讲究个体的 一种独立性的发展 但是中国人讲究家和万事心 家和为贵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 能够几千年绵延不断 就是有每一个家庭当中的 每一个成员 他们团结在一起 领成一股神 才能把这样的一些文化传承 这样一些家的那些温暖的东西 情怀才能流传到至今 其实很多时候也有人在问我 你和你弟弟处的怎么样 我说我们处的很好 就有两个词 第一个词是忍让 第二个词是知足 所谓忍让 忍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 不要什么都去争 而让我要做出表算 当哥哥的有当哥哥的样子 而知足呢 第一个是知道 就知道我对弟弟的好 知道弟弟对我的好 那么足呢 就是因为我满足了 所以我要感恩 所以我要分享 我想无论是兄弟之间 姐妹之间 家人之间 朋友之间 甚至于你我之间 如果能够做到这个 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美好的 五行女儿累撒全场 我啥子要打我妈妈妈 我说你不打她好不好 打得我妈神神 痛得我心上 确实是能够 妈女生你听我说 八旬老妇真会如此暴力 我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说 这就太大难之境了 这就没把女人当人 对啊 没把人当狗 你狗都不能你想想 你是不是有十年的时间 打你老婆了 没得 只有奴妻 也够久 调解团队能否解开 八旬老翁家暴背后的隐情 他要夹人 因为他外面早得有 要弄去回来 他外面又早得有啊 我觉得真是 就像主持人讲的 真是一卧三成 不要再打我妈妈 家事有道 为您解忧 共论家和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番茄电影VIP一卡通 在线订购 现已开通 咨询热线 4-0-0-0-2-3-0-7-5-5 今天春节 待期冲槽 即白脸而已 金河冲槽 远餐笛 紫小姐 所有的冲槽 全部来自青海渔署 害怕四千米上的 有紫餐区 每一盒冲槽 卻用远餐笛范围标志 远餐笛的价格紫小 有几冲槽 只需要89块 平常卖一盒冲槽的钱 紫小姐高头亏卖两盒 青海渔署冲槽 只等一来拼上 咨询热线 6-0-2-3-8-6-5-6-5-6-6-7-6-6-7-6-7-7-7-5-6-7-6-7-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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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6-7-8-8-8-6-8-8-4-5 谎三� Pat裙